我们看菩萨的智慧是怎么修的 当然智慧前面的常定是收舍申请的 这个智慧就是正确的观察 我们看经文 复见菩萨至身至顾 能问诸佛闻惜受持 又见佛子定慧俱足 以无量欲为众将伐 心要说法化诸菩萨 破魔兵重而击伐骨 我们看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分成两段 一个是智力的智慧 一个是化他的智慧 我们看智力 菩萨自己是怎么样去学习智慧 这个菩萨自身至顾 自身就是智慧 他有空振剑 还有菩提心 这两个基础之下 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个人问诸佛 他能够请佛说法 好要听闻佛法 第二个呢 闻惜受持 他听闻佛法能够性结受持 这第一个 他自己自受用 能够听闻 然后受持 那么我们看化他的智慧 又见佛子定慧俱足 那么这个佛子 他本身的 寂静的力量 观照的力量 已经有一点水平了 他开始为众生说法 怎么说呢 用无量的辟语 来演说佛法 佛教的道理 有的很深妙 因为超越 他本来很多的超越 因应所生法 那么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有一种 浅显的事项 来比况 生妙的道理 比方说 真主本性 真主本性 跟我们五印圣心 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说 非一又不非 非一非一 没有人听得懂 是吧 你就说呢 真主本性 是个大海 我们的生命 就是大海上面的 小水泡 你说它相同 也可以 因为水泡 跟大海是 它是浮在大海的水泡 你说它是一个东西 也对 你说它是两个东西 也对 因为水泡会破 是生命的因言 你今生的生命 可是暂时的 但是大海 还是大海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今生的小生命 是个体生命 那么 真主本性 是一个广大的 整体生命 我们作为一个 小水泡的目的 就是想办法 把自己的小水泡 把它回归大海 那么我们透过 这种浅显的辟域 就可以把很多 生妙的道理 就讲清楚 所以这个菩萨的善巧 要善说辟域 这第一个 就是鸿鲜正法 第二个 就是破除邪剑 那么菩萨 好要说法 能够 为了化倒 诸菩萨 破魔兵重 而及法骨 破除邪 邪之邪剑 建立正确的 法床 就是破邪险正 这个菩萨的智慧 是很重要 其实 六度 前面五度的功德 其实只是一个基础 你一个人的菩萨 你这个人的菩萨 是进步快慢 就完全看智慧 你看 你看有些人 他本来烦恼很重 业障也很重 但一学佛以后 不得了 三年之内 刮目相看 换了一个人 有些人 他学了一辈子佛法 你看他 没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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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点信心 在支持他以外 他的身口也没什么改变 关键在哪里 就是你喜不喜欢听经 就在这里 你闭着眼睛 你不会进步的 所以 你今天如果对生命没有看透 我经常讲 你生命没有看透 你不可能放下 你不可能 所以这个放下 是跟智慧有关系的 不是说 你要放下就放下 不是这样子 不是说 我放不下 我去拜一千拜佛 我就放下 不是这样子的 你一天拜一千拜 你还是不会放下的 这跟侍修没有关系 你要把娑婆世界放下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 到底 什么是娑婆世界 它的真相如何 你看到真相 你自己会放下 这个东西不能勉强 好 那么既然智慧影响了我们一个人的进步 破除烦恼 消除生死业力 临终的正念 都跟智慧有关系 那怎么样成就智慧 我主提出两点 好要听法 诸位 你真的要把听经 纳入你的功课里面 真的 你千万不要每天做功课 拜拜佛 练练佛 好 今天功课做完 所以你智慧都没有再进步 你永远停留在凡复的知见 你什么事情 还是用你的凡复之间来看这些 你怎么进步呢 你人生就在颠倒妄想多一个知量 所以第一件事情 好要听奔佛法 第二个要如理思维 你要把佛法消化成 你心中的一种观照 就是靠思维 佛陀为什么讲这些道理 讲这些道理 如果把它套在我们身心世界 是怎么回事 先把道理搞清楚 然后把这个道理 把它放到我们五印身心来 来操作起来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就叫靠思维 就是 听佛法就像牛去吃草 思维就像牛的主角 你看牛没事就跑到树下去 嘴巴就动来动去 就是在主角 把这个草把它转成营养 才能不好消化 所以文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为人说法 两件事情 破写险阵 当然这是要善巧 但我个人是觉得这样 我自己的经验 你不能把重点放在破写 就是 你把道理讲清楚的 让他自己判断 因为其实破写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因为宗教的东西 信者横信 不信者横不信 你试试看 诸位 你跟你的同参道有辩论 你觉得哪一次有结果 有没有 有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他相信就相信了 所以你这个破写 只能当兼贷 否则就引起 教内的很多的真宵 而且也达不到效果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以险阵来破写 你把道理讲清楚 除非 除非 有一种例外 这种邪戒已经非常严重 变成主流 而且影响到这个法门的修学 比方说净土宗 你把净土宗的佛妻 把它带到一种 追求感应神中 我们念佛的目的 就是要看到佛陀 这就很严重 念佛是一心不乱的 感应道教是自然形成的 你一开始就要见佛陀 这种念佛你会出事的 而这种思想 已经严重整个净土法门的 整个乌烟瘴气了 那菩萨必须要出来讲真话 感应道教不是这样子的 感应道教是众生心构近 然后菩萨在引现中 没有一个人是直接强求的 没有一个人是心外求法 就是什么叫感应道教 你把你自己准备好了 佛陀自然会现前 你不必多信 这种就是说 你今天把感应道教 感成追求感应神通 那我们作为菩萨 我们不讲话不行 这种事 它已经形成主流了 如果这个邪见不是主流 你讲也没用 你就把正确方法讲清楚就好 所以我认为 显正比破学重要 好 好